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郝龙斌说初选名单一定会有韩国瑜 面对被征召参选2020呼声持续升温 韩国瑜20号表示会紧速发表正式声明 才是负责任的表现 日前韩国瑜被媒体堵住接受采访 他松口说对于2020参选这个问题太多人关心 我们也接到很多电话 会有个具体声明才是负责任的表现 而非迟迟不能定案 媒体追问何时发表 他则未回应 我想我会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 要韩市长主动表示来参加 那我妈有分 所以他们党部就认为说 征召他来参加这种方式 大概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韩市长是国民党很重要的资产 我们要珍惜他 我们不会只靠一位英雄 我们要靠整个团队 就是用征召 请韩国瑜市长 以被动的方式来参加党员的初选机制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认为 从港澳厦门等地一路可看出韩国瑜的发言内容 从原本贸易经济渐渐走到了台湾定位两岸 慢慢将层次升高 看得出他对未来是有一些蓝图想法在的 若党中央决定征兆 韩国瑜无从拒绝也不该拒绝 若秦氏在他这里无人能取代 那他就要勇于承担无从回避 心里也要有准备 一起来看2020选战的相关消息 台媒报道称 民调低迷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近期炮火猛烈 先后与赖清德 韩国瑜 郭台铭等人展开了口水战 遭到舆论的批评 一起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近期蔡英文频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对2020的竞争对手进行批评 她先是发表了 民进党初选采用民调会造成分裂的言论 引发赖清德的强烈不满 接着又针对韩国瑜 对台军战力的批评三度发言 要韩国瑜收回她的话 此外她还猛烈抨击郭台铭的两岸政策 成功郭台铭上台后 台湾就会不保 针对蔡英文近期的种种言论 有台媒就评论说 其背后的目的无非是想拉抬自己 长期限于颓势的支持率 那么台湾的绿营智库 以及联合报最近发布的两份民调数字都显示 无论2020的对手是谁 蔡英文的支持率都是敬陪莫作 那么有分析就说 上任三年以来 蔡英文的执政能力 已经被各界看破了手脚 现在为了拉抬民意要升高对立 一旦局势擦枪走火 最终受伤的也只能是台湾民众 那么现在放狠话来拼连任 不如踏实拼经济 改善民众生活 才是提升支持率的最好方法 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接下来请收看简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号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研讨会 在位于济南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成功举办 来自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学者 及青年学子70余人参加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以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为主题 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围绕19大以来 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态势 一带一路与两岸青年交流等专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研讨会 我们就是要来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 然后让两岸的年轻人 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人认知到 在中华民族的复兴的进程当中 我们不是旁观者 我们也应该是参与者 推动者 是共同的建设者 进一步的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 需要明确的对两岸关系的现状 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符合现状的认识 合情合理的安排有助于减轻 甚至部分消除台湾同胞的抵出情绪 使他们更好的 更容易的接受我们提出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提起三毛 您想起的是不是他那一头长发 一袭长裙 还有他笔下的萨哈拉呢 今天在三毛的祖籍浙江定海 举办了第二届三毛散文奖颁奖典礼 这里有一群热爱文学的人 带您再一次认识三毛 1989年 三毛踏上故乡定海的土地 探亲祭祖 洒类故土 本届散文奖的主题就是 我的故乡 我的根 总共收到来自大陆 台湾 以及海外的560位作家 寄送的餐评作品 经过两轮评选 共评出获奖散文集13部 单篇散文13篇 我在台湾得片的 大概联合报 时报这些得了很多奖 就有一天就在幻想 我应该大陆也要得个奖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 好像三毛一直在我的时代里头 没有消失掉 同年它种在我心中的感染树 永远都没有灭去 我觉得自由流浪的精神 恐怕是这个时代 更要把它拿回来的 三毛当代的意义已经不是旅行 我们走得都比它远 可是我们的精神 没有抵达它的核心 日前 童心悲凉 两千年乡村振兴研究营在福州市永泰县开营 此次研究营活动由福建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与民革福建省委共同主办 以两千年乡村振兴同心住梦为切入点 积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通过借鉴台湾成熟的乡村建设经验 共同探索乡村产业活化路径 以产业活化带动乡村活化 在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同时 为台湾青年提供广阔的实习就业创业空间 切实增强台湾青年一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不断汇聚两岸智慧和力量 为推进福建省乡村振兴战略献计出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为两岸青年在乡村的楼所作为 提供了一个把握的空间 其实这一块它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我们希望能够举办一个有效的活动来填补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声称 将征召高雄市长韩国瑜参与2020 为国民党的初选在天变数 郭台铭的参选是否打乱了蓝营原本的步调 韩国瑜对参选2020到底怎么看 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 国民党团结才能胜选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下两岸 近来国民党2020选举到底派谁出征 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21号国民党党主席吴敦毅重申 将会以征召的方式请高雄市长韩国瑜 被动参加初选机制 那么吴敦毅此举真的能够为国民党解套吗 而韩国瑜和郭台铭两个人又是否能够合作参选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实行大学的游四祥教授您好 商城北京的渔强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渔强教授欢迎 商城好渔强叔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有关吴敦毅要征召韩国瑜的相关消息呢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进一个短片 21号国民党主席吴敦毅重申 将以征召方式请高雄市长韩国瑜 被动参加初选机制 他说这是过去他所承诺的事情不会改变 郭蔚来随着初选公告领表登记后 恐怕还有其他人要选 自从郭台铭加入国民党内初选后 国民党基层就出现对他和韩国瑜相比较的声音 有民调显示韩国瑜和郭台铭两人各有支持者 实力旗鼓相当 何则两利分则两害 目前民进党正陷入初选恶斗 国民党要深以为戒 还有国民党人士表示 希望未来郭台铭韩国瑜两人能合作 我们知道之前吴敦毅他要征召韩国瑜 是由于觉得蓝营缺少最强棒合适的人选 那么现在既然郭台铭已经站出来表态参选了 为什么吴敦毅还要坚持继续征召韩国瑜呢 而且特别是现在在郭台铭这种民调啊 支持度都非常高的情况之下 如果再征召韩国瑜 您认为他会接受吗 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 不仅不是一件好事 反而又可能是一件坏事 所以吴敦毅这会儿出来讲这个话呢 等于是告诉韩粉们说 大家不要着急 韩国瑜还是有机会的 那门没关上 韩国瑜还是有办法的 大家起情绪先要安定一点 所以我想站在这个角度上讲 他作为党主席这个动作是必须的 而正在韩国瑜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已经起情动念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看他在美国整个的这个发言 如果韩国瑜去美国 是一个高雄市长的身份的话 那么他的讲话当中 应该经常说到高雄怎么怎么的 高雄怎么怎么的 对吧 我作为高雄市长 我要把高雄做成什么样 然后呢 希望呢 这个美国的民众呢 经常来高雄旅游 都买我们高雄的东西 然后呢 美国和高雄之间呢 有哪些方面的合作 我们来提一提看着大家接不接受 你应该这样讲 可是没有吧 韩国瑜到美国其实谈到 台湾怎么怎么 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防务 两岸关系 台湾的防务 两岸关系 这不是高雄市长的事 这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事吗 那你一直在谈 而且不是一场 是每一次 很多场都在谈 那么这个就会难免让大家觉得说 那你已经起心动念了 那已经起心动念了 作为韩粉来说 那自然就觉得说 哎呦 他都已经起心动念了 那我们再拱一把 然后真的把这个事给它拱成 所以大家其实那个期待就越来越高 而站在现在的这个角度上讲呢 我们现在看到说 其实对韩国瑜来说 其实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 就是说 好像有一点下不来台的感觉 就是我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就等着你铺个红地毯 放个鞭炮 我就上轿子了 结果忽然间地毯收了 鞭炮也不放了 轿子抬走了 那我怎么办 那韩粉当然也不愿意 所以在这个时候 吴敦一就要讲出这种话来 就是说我们后面的事还没说 还没完全定 大家别着急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说 真的韩国瑜参选的话 会不会民营党去攻击韩国瑜 说韩国瑜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我想这个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民营党什么时候没攻击过韩国瑜 问题是韩国瑜根本不怕民营党的攻击 韩国瑜从韩流的旋风开始 到现在为止 民营党每一次攻击韩国瑜 最后都是民营党受伤 所以民营党就算怎么攻击韩国瑜 其实那没太大关系 很多人都说 感觉这两个人的各方面都非常像 比如说说话的口吻 做事的方式 思考问题的模式等等 都非常的直接了当 也很有魄力等等 而且好像也都属于那种 非典型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不知道尤教授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印象 而且您觉得如果最终 韩国瑜真的也投身 参战2020的选战的话 那么他和郭台铭是不是能够从同一群体当中 吸收到选票呢 郭台铭也好 韩国瑜也好 一个是几乎一辈子都在企业打拼 从基层做到成为台湾的首富 另外一个还曾经失业 后来去卖菜 终于在选举中赢得了基层的支持 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没有染上 那个经常在政坛打滚的人 染上的那股气息 所以他们讲话经常是情感很丰富的 语气很坚定的 语言很直白的 特别是不怕得罪人的 你看我们先讲郭台铭好了 郭台铭人家说 这个韩国瑜说 老鼠咬拖鞋 大的在后面 他说我不是老鼠 我是大老虎 然后他之前也说 台湾有些死刑犯 被判了死刑 可是就拖在那儿 然后也不处理 他说他上任一个礼拜 该执行的都执行 讲得非常的直接 当然要这样讲 你得担心台湾有些人认为 死刑该废除的 会不会得罪人 他就直接讲了 像他那天 郭台铭跑去参加一个 民进党跟美国办的活动 他提了个问题说 请问台湾的未来 在大陆跟美国之间 要怎么找到出路呢 结果民进党的主持人 不让他发言 发言完了 不让他追问 他怎么样呢 立刻说 你连眼睛都不敢看我 当然民进党后来说 他们不知道 那个是郭台铭在发问 这当然是乱讲了 所以郭台铭 直接就把他的情感表达出来 而且说话非常坚定 所以这两个人 确实在这一点 是很相近的 不过他们吸引的人 又有一点点不一样 郭台铭是一个 从基层白手起家 变成首富的故事 等于是个典范级的人物 但是韩国瑜是一个基层打拼 说出的是基层的心声 很多基层的民众 把他视为是跟自己完全相似 投射在他身上 很多个人的感受 所以一个比较高大上 一个比较接地气 所以两个人略有不同 那如果这两个人的支持者 合而为一 那就是民进党的噩梦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如果不找到一个好的初选方式 让双方的支持者都服气 搞不好两个人打一架 两个人打一架 这就完蛋了 那现在高雄人民说 为了让他放心 摆脱后顾之忧 决定在本周给他举办一个 参选2020的适施大会 也就是说要用实际行动 让韩国瑜看到高雄人民 挺韩 支持韩的这样一个决心 让他放心地去参选2020 那您如何看待这些韩粉的举动 那么如果在这个适施大会之后 仍然韩国瑜不站出来 那您觉得这些韩粉 他们会把票转投给郭泰明吗 韩粉里面其实分成不同的几种人 那第一种人是 他为什么会喜欢韩国瑜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那么他心中最重要的目的是 国民党要赢 那么如果国民党推出来的 不叫韩国瑜 而叫郭泰明的话 国民党反正是要赢 那国民党既然推了郭泰明 我们喜欢韩国瑜的同时 也不矛盾 我们去投郭泰明 我想这是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呢 是他没有政党属性 我就是喜欢韩国瑜这个人 这就跟追这个明星是一样的 我找老公 我要找韩国瑜这样的 我找女婿 我要找韩国瑜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很可能就不会投到郭泰明的身上 因为韩国瑜和郭泰明毕竟不一样 一个卖菜狼 一个霸道总裁 他人格特质毕竟不一样 不过我想退到原点上讲 我想这个时候 就是考验韩国瑜政治智慧的时候了 就是因为对于韩国瑜来说 我想这个时候 要把他身上的政治能量 如果真的是郭泰明 代表国民党出现的话 韩国瑜如何把他身上的政治能量 借给郭泰明用 保证郭泰明能够当选 我想韩国瑜其实有两个地方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是 韩国瑜可以喊出来说 投郭泰明一票 就是投韩国瑜一票 我想这个时候很多粉丝说 我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都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就是 我投给郭泰明的时候 实际上我心中想的是韩国瑜 但是呢 我还是 因为听你的吧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投郭泰明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韩国瑜可以问所有的韩粉一句话 特别是那些 喜欢韩国瑜个人特质的韩粉 说你觉得 2020年是国民党执政比较好 还是让民意党继续执政比较好 哪个继续 哪个结果对于韩国瑜最有利 你不是喜欢韩国瑜吗 那现在的 万一的结果是 韩国瑜没出来 而郭泰明出来了 那么 你觉得是让郭泰明来执政 对韩国瑜比较有利呢 还是说让民意党执政 对韩国瑜比较有利 所以我想这个话说到这份上 也会使得尽量多的韩粉 从韩国瑜的身上 转头到郭泰明 也能够保证国民党 在2020年能够顺选 台媒评论认为 民进党正陷入初选恶斗 国民党要深以为戒 韩国瑜 郭泰明各自的支持者 是否会发生对撞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 会如何解套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确实现在这两个人都非常的优秀 也都非常的有实力 但毕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最后只能有一个参选人代表蓝营去出战2020 现在郭泰明自从表态参选以来 也有很多的声音就强烈的呼吁说 是不是两个人能够携手合作 形成台风加寒流的这样一个组合 去出战2020 您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郭泰明虽然是基层白手起家的 可是毕竟他现在打的都是 国际级的大企业的竞争 他难免会让很多基层的人觉得 他好像接地气不够 如果得到韩国瑜的支持 这样加在一起就更强了 本来大家认为这个剧情 是对蓝营大大的有利 也对台湾大大的有利 结果韩国瑜在美国 显然如于教授说的 起心动念了 他的嘴上似乎也认为 他应该接下这个责任 那本来大家认为 郭泰明好好的企业家 应该不会来吧 虽然大家猜了一段时间 还是很多人认为 台湾的政治很黑暗的 你一来一定遍体鳞伤的 他也表达他要选 这下两个都来了 国民党现在一定得有一套程序 本来说直接征召韩国瑜 其实本来这么做 就已经对其他参加的人 不是很公平了 可是由于民调里面很明显 韩国瑜遥遥领先 其他人就算敢怒 也不敢言了 虽然像王金平 还是偶尔抱怨两句 可是现在如果民调显示 这两个人都能赢 就算韩国瑜还领先郭台铭 但是两个人都能赢 柯文哲 都能赢蔡英文 都能赢赖清德 你直接征召韩国瑜 要怎么对郭台铭的支持者交代呢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一定得有一套程序 这套程序 无论韩国瑜参不参加 最后两人显然要来一场民调 PK一下 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合作呢 他的关键除了刚刚于教授说的 未来不管谁赢 怎么用一套方法 去安抚对方的支持者 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现在决定是谁出现的这个程序 一定要是相对公平的 如果你让人觉得 你赖皮啊 怎么可以直接征召他 不管我呢 你赖皮啊 怎么可以直接在党中央 开个记者会 好像你是党中央站在他这边的呢 郭台铭现在被骂很多 是因为那天他宣布要参选 就在国民党的党中央 这双方的支持者就不能接受了 所以现在党中央一定要发挥智慧 赶快定一套相对公平的规则 否则这两张王牌互打 那对国民党是大大的不利 也是对台湾大大的不利 确实正像刚才游教授所分析的 现在当务之急呢 是要找到一套非常适合公平的游戏规则 那么如果最终两个人 真够能够合作的话 很多评论就认为说 这是强强联手 没准真的就能够做到天下无敌了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说 单就这两个人的个人的实力 其实都非常的强 所以您觉得无论是韩国瑜 还是郭台铭 如果最终以个人的力量 去对阵民进党的话 谁会更让绿营 头疼一些 那对郭台铭来说呢 现在大家能够想象到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韩国瑜 大家会说 说这个绿营会打郭台铭 说郭台铭在大陆有很多的投资 实际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没什么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站在郭台铭的角度 郭台铭第一个说 说我在大陆投资 你民党会怎么攻击郭台铭 会说郭台铭卖台 问题是民党说别人卖台 不是说了一天两天 他说了三十年了 反正只要不是他民党 其余所有人都卖台 说了三十年了 第一个 怎么把台湾才能卖掉 三十年都讲不清楚 你要怎么把台湾卖掉 他也说不清楚 第二个 三十年来 他说那么多人卖台 谁把台湾卖掉 一个都没有 而且对于郭台铭来说 你说我郭台铭在大陆 有很大的投资 拜托 鸿海集团是在台湾上市的 在台湾有交集一百万的 民众买了鸿海的股票 所以我郭台铭在大陆的生意做得好 这个鸿海这个公司 不是郭台铭一个人的公司 它是个股份公司 所以郭台铭在大陆挣了钱之后 台湾所有的股民 一百万民众是受贿的 你想想看 一百万民众 这一家我就算四口来算 这就是四百万人受贿 台湾地区领导人 六百多万票就能当选 所以你民党再说郭台铭卖台 我想这个立不住脚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民党就会说 说这个郭台铭 说郭台铭有钱 这个话 要敢掀起这种反商的氛围 民党敢这么打的话 极有可能伤到民党自己 为什么 你民党选举也要钱 你钱不需要商界的老板捐款吗 你说我跟郭台铭对垒 我不需要郭台铭的捐款 其他老板的捐款你不要吗 其他老板会觉得说 你民党搞怎么回事 你煽动全台湾的民众 来反对我们所有这些经商的人 你还想让我从你来给你捐款 我脑子有病啊 所以绝对不会 所以民党在打反商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很难的 刚才前面说了 有人已经认为 郭台铭的表态 就是在进行卡寒的这样一个举动 所以接下来两个人 如何互动 非常的重要 那么已经有人放话说 这两个人真的是 何则两利 分则两害 所以游教授 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 应该如何抓住 现在这样一个好的形势 来掌控目前的一个局面 现在真正要担心的 是双方会不会打在一起 而且这两个人其实要参与初选 甚至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各有各的一个包袱 郭台铭的包袱叫做鸿海 然后韩国瑜的包袱呢 是他对高雄市民有承诺 但这两个是包袱吗 本来应该是优势的 为什么韩国瑜能在高雄取胜 现在进一步挑战2020 代表他的背后 是有台湾南部 是有过去认为是 绿色主宰的地区 支持的声音的 这对他选2020 应该是加分的 然后郭台铭有鸿海 这个是台湾少见的国际级的企业 那应该对郭台铭是加分的 结果现在搞到啊 郭台铭的支持者去骂韩国瑜说 你高雄跑了 高雄怎么办呢 然后韩国瑜的支持者去骂 郭台铭说 哎呀你那个鸿海啊 过去你的霸气领导 事实上是很任性的 事实上是过度强势 很专制的啊 你这样子打呢 最高兴的就是民进党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回到 大家回想一下 当时这两个人啊 当郭台铭在帮助韩国瑜的时候 当韩国瑜见到郭台铭的时候 双方彼此的赞美 事实上这两个人都是台湾 不管是蓝银或是全台湾 非常宝贵的资产 现在会大家会有些急了 所以言语上相互攻击的多了一点 但是还是要回归最原始的理由 为什么蓝银需要一个强的候选人呢 因为绝不能让民进党再治理下去了 民进党再执政下去 两岸就完了 台湾的经济就完了 为了台湾的安全 为了人民的有钱 我们要有一个最强的人 所以我认为蓝银的民众 就算自己爱一个人爱得非常的激烈 虔诚 忠贞也不需要在这个时候过度的对另外一个人攻击 大家应该各自说彼此的好 然后最后用一个民调决定一位候选人 因为真正的目的还是要改变台湾 让台湾从现在面对的困境当中能够顺利的走出来 确实不能太自私 格局还是要大一些 只有真正做到团结一致才能够帮助蓝银 最终夺回执政权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邱教授 谢谢下次再见 谢谢邱教授 谢谢桑辰 邱教授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